新一區嘉欣里里長政治要 童星大發玩跳格子 这不是在公园 而是在嘉欣里的一条后巷里 为了让后巷美化再升级 里长积极争取发挥创意 在里内选了两条有行人通行的后巷 进行大改造 嘉欣里我们在最近完成了两条 后巷的特色美化 当初为了做特色美化 其实是有些考量的 第一个其实陆陆续续 我们在做后巷美化的时候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采用 这个叫做磨石子 在做后巷美化的当下 一方面是可以将后巷做清理 然后后巷的水沟也做整理 但是我们发现有两种特色的方法 可以让后巷更具有美化的空间 然后要更活化 这个必须要后巷是有行人可以经过 而不是一般的住户后面 然后都是没有行人往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有条件 才有可以做特色美化 那嘉欣里我们这次做了两条 一条是用的跳格子 我们用跳格子是希望 未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部分 举办一个老人家跟小孩子 在这边有一个跳格子的游戏活动 这个发想最主要是有一个老人家 有跟我讲到说 他带儿孙子去到公园去 有这些跳格子的游戏 这个地上的画画的东西都不错 但是嘉欣里因为没有公园 它也没有什么绿地的空间 所以说我都在想 好刚好利用这个后巷 来做这个跳格子的这样的一个绘图 然后希望可以在这边办活动 另一条以蓝色为主题背景的后巷 则是在地面绘制了两台F16V战机 让特色后巷变成了嘉欣里隐藏版景点 另外一条呢我们做的是两台F16V的这样的一个绘制 那当初呢也受这个发想是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国内之前有准备进一批美国的F16V 第二个是因为汤姆克尔斯的这个Top Gun 2 再度在国内引起这个热烈的回响 所以说当初就想要说 把这个遨游天际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F16 这样的一个概念用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让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悦 所以说当初这个有这样的两个发想 刚好应用在嘉欣里的这两条特色的后巷美化 至目前为止呢 民众给我们的反应其实都蛮好 都还蛮热烈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特色美化 尤其对于没有公园的嘉欣里来讲 其实多了些温暖 大家不再看到地上呢 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地或者是柏油路 而可以例如说经过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地平喷花 然后这种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想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 其实目前为止 接到的回馈都还蛮好的 有别于传统的喜十字后巷 嘉欣里里长郑志要用心美化 将后巷结合同趣与艺术再升级 也让民众来回于后巷时 增添许多生活趣味与话题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